我跟妳講 什麼叫做同學 我跟妳講 欸 借一下 我們這種叫做什麼 我們兩個這種叫做 這個同台 同台 同屁也可以叫同學 畢竟妳是退檔 我是被開讀檔 叫做同學 但是重點來了 有一種關係叫做 妳知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大概會變成這樣 妳要再撩3Q了 不是 我們兩個在合照 妳放開一點 妳已經有兩個人了 妳又撩王太瑜 妳又撩黃解像也要撩3Q 朋友都要解釋案情 然後這樣感覺是不是叫 不只是同學 是什麼 是好朋友 妳說同學歸同學 同學拍照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妳可以靠成這樣都不一樣了 對 所以我跟妳講 這耳邊響起一首歌 叫做 哪些年錯過的大魚 哪些年錯過的愛情 我跟你講很有趣 不是 不要亂講 人家就是同學 沒有愛情 沒有沒有 我是不知道 可能沒有 陳嘉義沒有在date 打工過 你怎麼會知道 他們是一個政治系 一個法律系 可是他們是同梯 轉學考進 甚至大學的 他們的定義叫什麼 good friend 我跟你講 這不是我說的 好朋友 其實我也怕被許老欣告 重點來了 這個是小欣自己說的 各位來看 大推逃跑的好朋友壽星 陳嘉義 哇塞 你看 而且我跟你講 他在留言他說 陳嘉義你幹嘛 血眼看我啊 我好想養一隻寶寶寶丁 他們大學說就在PTT上推文來推文去 好我首先講那個正好你講什麼叫補強證據 我引一個法條 我先講 我說這個檢察官 我覺得你很有尷尬 你敢辦正午餐 你還敢收押他 但我覺得你的法學能力有待加強 什麼 我就是這樣直接挑戰 這麼重 對我說我舉一個條文嘛 刑事訴訟法156條 你有沒有念過 你沒有講被告共犯的自白 不能成為有罪判決的唯一標準 剛剛正好你講什麼 目前我們擁有 確定就是什麼 就是共犯的自白 我外行人我想說窩裡反有人自白就OK了 當然不是 如果這樣就OK 那我跟呂家凱說你貪污 那你就貪污 你就要被壓吧 對喔 這叫笑話 所以法學是說被告的共識 不能成為判斷的唯一標準 沒錯 而這個檢察官手上只有收押者的口供 沒錯 所以我才會說 我覺得你很有尷尬 你敢壓鄭文燦 但我覺得你法學素養 我挑戰你 是 因為條文你都沒有看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補強 我就用條文我就送你嘛 對 第二個 什麼叫摸索證據 對什麼叫摸索證據 我先講 他是一個光譜 他在中間 他在右邊 大家一定認識 他叫自由證據 就自由證明 自由新證 法官如果今天看一看 我覺得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你大概 我覺得李家凱帥就帥 對 帥就帥 熊大鳳就壯 對 鄭浩看起來有貪污就貪污 我不用 不要再舉我力了 我就落選四次了 我沒有貪污的資格 你知道嗎 沒有貪污 就是這光譜的最右邊 叫自由證明 自由證據 那往中間推叫摸索證據 你望文生意 什麼叫摸索 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對 就摸著石頭過河 你有一些 你有石頭 你有一些基本根基 那他根基就什麼 又回到同樣問題 就共犯自白 那我請問一下 共犯在一個非常強大的壓力 而且檢察官就有可能壓你的狀況底下 他能夠不講出某些 他也不見得覺得正確的話嗎 對 這是有疑慮的 是 所以這一 而且你知道我們辦案實務技巧 常常會這樣 就是說 他會講說 那個誰誰誰 剛剛已經認罪囉 那你要不要認罪 糊弄他 糊弄嘛 對 我不是說 陳檢察官一定有這樣做 但我說這個是辦案 技巧很常見 所以這個叫摸索證據 這個叫光譜的中間 就是我摸著石頭過河 我有一些基本的根基 那這個叫摸索證據 那你就要壓人 這個是不可以接受 自由證據不可以接受 摸索證據不可以接受 你不需要回到最右邊 最右邊叫什麼 嚴格證據法則 等一下 法律上要採嚴格證據法則 沒錯 法律上就是要採嚴格證據法則 所以在本案你一定要什麼 第一個共犯自白 第二個 你有沒有什麼 他逃亡的可能性 比如說 你最近可能發現鄭文差 他藝莊 他在學習 買機票 對 他在買機票 他學藝莊術 剪頭髮 剪頭髮 或者說像之前施明德 為了要逃 他去拔牙齒 對 你有相關的證據 你才能說要逃亡 接著他有沒有勾串共犯 比如說他最近有沒有跟其他相關的 這一些被壓的人 或其他證人 有一些LINE對話 有些電話被監聽到 沒有嘛 你監聽到之後說什麼 他就那個其中一個共犯說 我要送五百萬進去 那這個跟這個跟 串共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嘛 他的對象是跟他的老婆 他不是跟鄭文差 所以代表 你根本沒有符合嚴格證據法則 你只有在摸索 所以法官直接就嗆你 甚至我覺得法官都要很客氣 你這個 怎麼叫很客氣 你講這個摸索證據 其實就跟他說 你回去念書 回去念書 你習士說法 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 你又沒有念 是 因為在我們律師看來 我們覺得這事太誇張 怎麼會有人因為共犯自白 就把人家收押 好 那你講這邊 我對這個法官就好奇 因為這也是聯合 我特別 我找新聞都好好找 這也是聯合新聞出了 鄭文燦在交保外界壓抑 積壓庭法官叫做方凱峰 他說他封評家 這個方凱峰說什麼呢 第一個 他是不會畏懼外在壓力的 而且他的頭學長學技 大家評語是剛職 能獨立判斷失誤 而且是認真工作 而且他的案件相當有質量 對被告態度也不差 算是難得的好法官 你說你也有朋友 道友啦 你們叫道友 也有同業道長 也有跟他交通過 有開過他的 他的風評真的不錯 風評的確在我們法律世界 風評是不錯 他的確是實事求是 你有多少證據 你就講多少話 是 那你今天只有共犯字把你拿上來 你就叫我收押鄭文燦 你沒有鄭文燦逃亡 沒有他湮滅證據 沒有他任何其他這個 勾穿共犯的資料 你叫我押一個行政院前副院長 我覺得這個法官 你說翻凱峰不想吞 但是你家的事 不要叫我吞 當然啦 因為我是 其實我們自己私底下 我有去問過這個檢察官的一些朋友 他學長弟 他是說他的個性其實也是蠻正直 像方法官 那只是說他們的立場可能不太一樣 法官是中立的 你檢察官呈上來的資料 我還是要審查 不能你說押我就押 那難道我是押人取共嗎 對 那只是說他們的立場可能不太一樣 檢察官他就想要押 那我是希望說他不要再堅持下去 因為老實講以我們律師來看 你已經被打臉兩次 老實講有一點不是那麼好的事情 不好看 我不好意思講說怎麼樣 已經不是那麼好 我相信你再看告上去 縱然今天高院在發魂 而且我要特別講 這個1200萬這個寶金是有玄妙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審的寶金是500萬 照道理我要避免他逃亡 我可能加兩倍 所以照道理加兩倍是多少 1000萬 對 但是他不只1000萬 他直接再往上加加200萬 所以有人說是給高院面子 不僅是給高院面子 但同時他也跟高院跟檢察官講 你不要亂啊 可以挺的 就讓文燦兄回去吧 是 那而且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其實你回去看這個 他們發的新聞稿 法院發的新聞稿 他特別講鄭文燦他涉嫌 其實犯罪嫌疑重大 他其實是重大 只是不符合羈押的要件 那這也是跟官方朋友特別講 你犯罪嫌疑重大 不代表他會逃亡 因為全台灣都認識鄭文燦 你怎麼可以想像成鄭文燦 喬裝一個老婦人 喬裝一個女生 脫跑到什麼什麼機場 澳門機場 偽造證造然後出國 或者他甚至檢察官還有 坐桶子 鄭文燦坐桶子出去 不可能 要划船划到對焰 不可能 甚至這個檢察官他還講 說鄭文燦你有可能不是自己去串貢 你透過你的司機跟助理 問題是其實你透過司機助理 大家不認識他嗎 照樣認識 而且你用什麼管道去透過關係去串貢 所以地院的地院的新聞稿 也有說上南鄭敏 鄭文燦會通過司機或助理去串貢 這只是檢察官的猜測而已 沒錯 而且我要講一個重點 在串貢裡面 假設要構成羈押 常常大家會誤會 就說只要我幻想說他未來可能會這樣做 我就可以羈押 No不是未來是過去 什麼叫過去 你過去曾經透過你司機去傳訊息 這才會構成羈押的要件 不是你幻想未來 對啊那我幻想 我也幻想鄭文燦的所有親朋好友 哥哥媽媽婆婆 所有人都壓起來嗎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 這部分是不構成羈押的理由 是非常謝謝雄大律師的分析 其實坦白講法律對於一般人來說 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我們剛剛聊完法官 我對於檢察官其實也蠻有興趣 因為這是聯合獎 這個法官是風評很佳的 可是檢察官的 很想押鄭文燦 昨天一被駁回之後 馬上開始寫上述狀 寫到7點32分 就把陶檢的抗告狀遞到陶院 陶院最速箭 晚上8點派公務車 將抗告狀送到法院 最高的 高端法院 結果8點40分就打高院 所以你看起來這個檢察官是很積極 很想要去押鄭文燦的 可是昨天我看到西文 友台的西文的一個標題 我認住了 陳辦檢察官陳嘉義是徐巧希同學 不服1200萬交保在抗告 這裡也有徐巧希的事 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 讓Grace好好跟大家分析 現在這個陳嘉義在網路上發現原來跟徐巧希真的是同學 剛剛上一段我們請熊大律師跟大家聊過非常非常多 關於法律上你什麼時候可以生押 什麼時候不能生押 這都是人權的保障 以及一個檢察官在收集證據的時候 什麼叫做自由行政 什麼叫摸索證據 什麼樣叫做鐵證如山 這都不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節目我們要討論一件事 大家還記得嗎 我原本其實在整個鄭文燦案件出來的第一時間 就有人把這位檢察官 這檢察官叫陳嘉義檢察官過去的一些事情來爬書出來 可是對我而言 我其實沒有必要去聊這個檢察官過去的所有事情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當鄭文燦第一時間被第一位法官裁定不用羈押時候 Grace你應該有印象 藍軍開始說這個法官 他爸爸是誰誰誰誰誰 那個誰誰誰誰 以前被鄭文燦照顧 所以這個法官才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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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玩臉臉看 想要暗示鄭文燦其實本來應該被壓起來的 只是這個法官是假機人 所以放出去就沒想到第二次不同的法官 而且這個法官封品是連聯合都說他的封品很好的 這個法官既然二度認為沒有GRP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既然要連連看大家還來連連看 昨天東森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冒了這個新聞 下了這個標 陳辦檢察官陳嘉義是徐巧新同學 真的假的 你說現在網路上資料都出來了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網路太愛玩連連看了 其實我本來也不想討論許巧新 但是因為第一時間就剛法官嘛 馬上就被別人說 你們是有關係怎麼不會去列列為什麼 什麼他的爸爸是鄭文燦以前的誰誰誰誰誰誰誰 所以這個法官已經亂判 然後就說你看這個法院啦 我跟你講法官都是民進黨管的 所以才能這樣嘛對不對 所以網友都想說不對啊 我跟你講什麼叫做同學 我跟你講 欸 借一下 我們這種叫做什麼 我們兩個這種叫做 這個同台 同台 同屁也可以叫同學 畢竟你是退黨 我是被開阻擋的 然後叫做同學 但是重點來了 有一種關係叫做 你知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大概會變成這樣 不要再尿3Q了 不是我們兩個在合照 你放開一點 你已經有兩個人了 你又尿王乃瑜 你又讓黃姐下也要尿3Q 朋友都要解釋案情 然後這樣感覺是不是叫不只是同學 是什麼 是好朋友 你說同學歸同學的同學 拍照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那你跟靠成這樣都不一樣囉 對 所以我跟你講 這耳邊想起一首歌啊 叫做 哪些年錯過的大魚 哪些年錯過的愛情 我跟你講很有趣啊 不是不要亂講 人家就是同學 沒有愛情 沒有 沒有我是不知道 可能沒有 陳嘉義沒有在Net打工過 你怎麼會知道 我身為一個公正客觀的主持 我要說他們只是同學 我們從我們現在摸索的證據來說 只有同學 無法證明 無法證明 陳嘉義有潔癖 好不好 那現在是這樣啦 我們完全就說 這個友台的新聞可能是錯的 因為你要看 這個網友很認真的仔細發現 你要知道 其實 這個叫做這個 Chris18 這個帳號其實本來就很有名 這徐小新的PTT帳號啊 對啊 徐小新本人的帳號啦 你知道這個很有趣 Cherish 珍惜 好 大家來看喔 這叫Cherish Cherish是誰 人家18 就是徐小新的 那大家很多網友都很熟知啊 那有趣的是什麼 欸各位 我告訴你 什麼是 什麼是叫做不只是朋友 我跟你講 同學 可能這樣都叫同學 重點喔 他們是 他們是 一個政治性 一個法律性 可是他們是同梯 轉學考進 政治大學的 而且同梯轉學 考進政治大學 他們的定義叫什麼 good friend 我跟你講 這不是我說的 好朋友 其實我也怕被徐小新告 重點來了 這個是小新自己說的 各位來看 大推逃跑的好朋友壽星 陳嘉義 哇塞 你看 而且我跟你講 他在留言 他說 陳嘉義 你幹嘛 斜眼看我啊 我好想養一隻寶寶 寶寶丁 他們大學時候就在PTT上推文 來推文去了 對啊 青春浪漫嘛 很不錯耶 對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確實是好朋友關係 然後就會有人說 你看你們這些網軍 每次講話都無憑無懼 尤總拿照片出來 有沒有 good friend 真的是好朋友啦 嘉義格好久不見 兩個老人超美活力 青春一去不復返耶 對啊 所以我講 2013年 徐小新已經進國民黨了耶 所以網友就繼續說 那請問一下 在連連看的關係之下 這個檢察官會不會也是有問題呢 對 這邊還有耶 2013另外一個果粉的聚會 蝴蝶哭哭了 他們這也是陳嘉義這許巧心的耶 對 你看 就是很近嘛 我剛剛跟 我剛剛我們有示範啊 對不對 我跟3Q這樣很近嘛 所以絕對就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就是好朋友啦 對 好好好 謝謝Grace的分秀